佛教要讲宗教教于 这个宗教的定义 跟他们观念当中绝不相同 这是我们学佛人必须要辨别的 我们佛家讲宗是讲禅宗 专执禅宗 讲教除禅宗之外 其他九个宗派都叫做教 所以叫教下宗门教下了 这是我们佛教本身称宗教 诸位要想的 宗门教下都是教育 都是教学 所以佛教是教育 我们称释迦牟尼佛 没有称他做主 没有称他做神 没有称他做上帝 我们称他做本师 你们看看这个称呼 本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最初的这个老师 佛陀教育创始的这个老师 我们称本师 我们自称弟子 你们想想 这是什么味道 我们跟佛的关系 私生关系 教育里面才有私生关系 宗教里面有父子关系 主仆关系 没有这个私生关系 没有这个私生关系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那么在后世 学会一般大众 称出家人为和尚 和尚是凡语 他的意思是清教司 那么要用我们现代 这个教育的名词来说呢 和尚是两种身份 第一种身份呢 是学校校长 校长是和尚 除校长之外 其他人不能称和尚 其他的人 在佛法里面称阿赛利 我们中国人称法斯 和尚是主持教育的 他负责整个教学 他聘请这些教授老师 是替他执行的 他管教育政策 决定教学计划 怎样能够达到教学的目的 这是校长 所以教职员都是帮助他执行的 所以和尚只有一个 没有两个 但是在大学研究所里面 指导教授也算是和尚 亲教师 研究所里面的指导教授 所以和尚是这两种身份 一个是校长 一个是指导教授 极其尊敬的称呼 所以和尚不能随便承认 极其尊敬的称呼 阿赛利也是翻语 他的意思 使这一个老师 他的言行 可以做我的榜样 所以古时候翻作 鬼一犯死 鬼道 模范 那么这是夜半称 教职员 教职员的言行 可以做学生的榜样 做学生的模范 靠近身